女孩 龙小姐 你怎么来了 龙小姐 我看报纸了 听说月轩少爷 跟你在一起了 真是太好了 我早就说过你们狼才女貌 最般配了 谢谢你啊 月轩呢 她不在啊 那海棠呢 巧了 海棠也不在 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他们俩 好像是一起出去的 咱们工坊女工多 你可得小心点 龙小姐 真的是恭喜你 你到时候摆喜酒了 可一定要请我喝 龙大小姐 你们月轩少爷呢 月轩少爷还没回来呢 还没回来 那等她回来 你帮我告诉她 我找她有事 好的 走吧 谢谢 你怎么也在这儿 这是我的另外一个家 你怎么也在这儿 我刚才一直告诫自己 等你醒来 我一定不落得你 但是我还真想教训教训 你这个疯力丫头 你连断头炎都敢去 你不要命了吗 没事儿你去那儿干什么 对了 我采的植物呢 你别下来了 是不是这个 你找她干什么呀 我要用这个去织域民的脸 对 治脸 这里的土壤应该更适合她吧 我想起以前山里面有一位草药 叫做远质 后来出了山 就被叫成小草了 这个冰尖麒麟 以前种在深山里面 现在又种在这个园子里 我怕她 再也开不出花了 胡说 你连传说中的草药都能找到 这是多么鲜饮的事儿 我相信 只要我们悉心呵护 她一定能开出花的 可是每一个东西 都有属于她自己的位置 就像这园子一样 也给她起名 叫做海棠园 可是又能改变些什么了 是啊 也可能我是想 对自己犯下的错误 烙下一个深深的印记吧 也可能是我自己 对自己的一种慰藉 一种威慑 也没准是一种希望 不过最起码 等我想念的时候 我能来这里种些花花走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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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好 那你回吧 穿着吧 天老 不用了